2015年注册成立的一个非盈利公益组织 成立至今 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 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 在此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的辛勤付出 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们 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 为了使仍处于疫情期 长时间宅在家中的更多的民众受益 中西安排了很多的网上公益活动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加拿大少林文化中心的食言笛法师 将继续带您了解 您可能从来都没有机会知道的 真实的少林寺和传奇中的少林功夫 强身健体 禅修养生 众志成城 保家户己 有请食言笛法师 好 阿弥陀佛 每次听到我们志愿者的 开场的这个讲话 就像听到了这个新闻联播一样 非常专专业的声音和朗读的感觉 一下子就把这样的一堂课 变得非常的专业了 更感觉好像提升了一个层次一样 所以从这里就能看得到 我们的志愿者对待每一堂课 都是非常的静心的 因为也唯有静心 我有这样情怀和发心的人 才能够一直坚持着来做志愿者 来做服务大众的事情 一定要有这份心 不然的话别无他法 今天又是另外一个星期 上个星期呢 是临时有一些事情 没有办法安排开时间 所以给大家停了一次 这一次呢 又继续开始了我们少林文化的分享 这个星期呢 从我们蒙特里尔蒙城那边 来到了温哥华的我们的有一个学员 他每次都会听我们 星期五的这个讲课 这个讲座分享 也会上星期六的我们的专业的课程 也非常非常的向往能够 真正有一天能够去到少林市 能够全身体会少林的所有的生活 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呢 他的收获非常的大 但有可能他回到蒙城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会问他这一次有什么收获 可能他没有办法 让大家知道他有什么收获 但他一定是非常开心的 内心非常晴朗的回去了 就像前两天的我们的天气一样 他是一个非常发心的学员 我想把他的故事 这两天的跟他在一起聊天的故事 作为一个分享给大家 因为每一件事情 都一定要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 发生在我们的经历当中 这样的话呢 他才更 听起来更真实吧 而且也更容易知道 某些对象 因为很多的东西 其实都是在生活中发现的 只是我们 没找到他而已 他来的时候呢 他是在八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约定他要在 九月十一号 会到温哥华来 然后定在了九月十二号 每天一个小时 希望来学习少林功夫 后来见到他以后的第一面 我就知道 其实他是为什么来的 他其实更多的并不是 他想学一门什么样的技术 其实他是希望让自己更明白 他希望让自己 就像一面镜子 有一面镜子上面 落了一层灰 他希望能够找一种方法 能够擦去 那个灰尘 让他更清澈 让他更 更明白吧 为什么能看得到呢 因为我们都说 像有心神 所以当他进来的时候 我就坐在这里 看到他以后呢 我就说 你就是这位学员 他说是的 很激动 很紧张 我说 我已经知道了 我说 课程呢 我会给你安排 我也会告诉你 你真正需要什么 你想知道的是什么 后来他就 我就请他坐下 跟他进行喝茶 然后呢 他就说 他想学 我就问他 我说你想学什么呀 他说我想学一学 八段井 希望师父能够 给我在进行 现实中的 一些指导 让他更准确 我说没有问题 我说 还有呢 他说 我还想把十三拳 再练一面 我说 没有问题 但我说 我说 其实你两天 这一次来呢 如果只学了 学这些东西 虽然你学了以后呢 回去以后 大家看得到 你也能 感受得到 但是呢 这不是你真正 需要的东西 我说你真正 需要的东西 其实是一种 让我们内心 轻松 生活 更有 和谐感的 一种法门 一种 心灵和精神上的 解脱 和一种 认识 的自己 我说 后来就通过聊天呢 他说 是的 我说你这一次来呢 其实 更多的是希望 能够得到一种 心灵的 一个 改善的状态 意念的一种 一种梳理 后来他说 果然是这样 他说他学过很多 节拳道 跆拳道 很多 而且他本身呢 又会中国的 中医推拿 所以他对这些 东西学的很多 他经常就会 学很多 东西 在不断地学什么 希望找到一种 解脱之法 希望用任何一种 东西的理论 来帮助 自己的生活 更 更清楚 其实他就是 很迷惑 我们所说的 叫很 平常很迷茫 但是呢 他心中 有那一个善念 有那一个佛性 在那里 我们说 每个人都有佛性 那就是他的佛性 或者我们说 这是他的 本来的本来的 那个善的 那个性 那个性质的东西 一直在指引着他 他需要 找到那个东西 需要看清楚 那个东西 究竟在哪里 怎么样可以得到 我说 你真正需要的是这个 一下子就说到了 他的现状 后来 我说 你呢 最大的收获 就比如说上课 或者怎样 学那些东西啊 那都是在给你 做加法 我说真正的我们啊 其实 应该要做的是什么 是减法 我们希望解决一个事情 希望解决烦恼 希望怎么样 我们去做这一件事情 去做那一件事情 去做这一件事情 我们发现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绕了一大圈回来 好像 没有解决 反而 你养成了一种状态 就是 是不是学的不够 学的不深 拜的诗 不够高 我说 其实都不是 而是 把减法 用好 不是把它 变成家法 减法怎么减呢 当 减掉那些 不必要的东西 自然就清澈了 减掉什么呢 减掉慌乱 减掉智责 减掉迷惑 减掉攀比 那怎么减掉啊 那怎么减掉啊 说起来很难 而是 再讲的简单一点呢 就是 比如说 我就做了一个比喻 我说 我拿了一个玻璃杯 这个玻璃杯呢 是透明的 对吧 当这个玻璃杯里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放一个糖果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是糖果 你放一个水果进去 放一个石头进去 我们都能看到是石头 但当我们 倒一杯水进去的时候 我们依然能够看到 这是什么 但如果你把这个杯子里 倒了一杯牛奶 它就会挡住你看到里面的石头 但是这杯牛奶呢 是好东西 它不是坏的 然后 但是我们不需要这个牛奶 那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 我们就想着 在杯子里再加一点东西 加什么呢 加咖啡 加进去以后 又把它变成了其他的颜色 当变成其他的颜色以后 你依然看不见 然后你再把它倒进去一杯果汁 变成了一个别的颜色 又变了颜色 你依然看不见 你放很多东西进去 也没有办法看见 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做了太多的加法 进不下来了 我们如果想象 我们最初 不要做那么多加法 换一个杯子 倒一杯清水进去 你会看得很清楚 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 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可能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 我这个故事和比喻 具体在讲什么 听不懂没关系 听得懂也没关系 每个人听 他都会有不同的认识 都会悟到不同的东西 所以说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你悟到的东西 不见得是我想让你知道的 也不见得 就不是我不想让你知道的 所以 只要你去静下来去想 一定会有所得 所以 两天的时间 大概坐下来聊了有 超过四个小时 然后呢 帮他解决了很多 他内心的 这么多年来 想不通的东西 和 认为的东西 当我 把他打乱掉 重组的时候 他发现 他很轻松 非常舒服 就是说 这个东西就叫放下 这个东西就叫放下 我们放下 我们都说我们放下 放下的是什么 是放下的是我们的执着 放下呢 并不是说 放下你生活中的 所有的什么工作啊 包括什么 放下金钱什么 不是的 而是说 放下我们的那个执着 那个执念 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 我们的执着和执念 所产生的烦恼 我们对过去 心有悔恨 有 有这个 一些 觉得 不好的东西 或者种种 我们又会 未来 有担心 有 恐慌 因为 未来我们是未知的 一旦你觉得 未来未知 会怎么样 你就会有一点恐慌 所以 大多数人 都会存在一个 这个状态 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现在 所感受到的 好 或不好 都是 已经过去的 以前 但不要 但不要 想太多 我说 你在我现在 这个地方 我在跟你讲的时候 你能够理解很多 能够通透很多 但有些东西 我讲的呢 你听不懂 但是你感觉 你就差一点 就懂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状态很好 保持这种 乐观精进的状态 但是 不要过多去想 晚上休息的时候 不要觉得 躺在那里 好好想 你可以很轻松的 无所执着 无所值的状态 去想我们谈话的过程 你越想越轻松 就好了 想不通的任何一个点 你就想 师父到底指的 什么意思呢 不要这样想 我什么意思都没有 而且我跟他讲 我说你现在不明白 我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仔细想十遍 二十遍 你也想不明白 但是会突然有一天 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契机 你突然就明白了 某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 就是当下的一个 觉知明了的一个状态 所以时时 让自己保持着 这种觉知觉察 而不被很多事情 所牵制 而且那个心 不直到那个地方去 时时保持这种状态 我们时时都可以 保持清明 我们说 我们学习禅法 或修行 有时候大家可能 可能讲到这个禅 就像今天 我在跟他们聊天 我就说到 我说 我们在聊 艺 艺 艺术方面 他就看到我们中心 挂了很多 僧人的 书法 字画 他就说 这都是你的师兄弟 写的吗 我说是的 都是寺庙的法师 有我的长辈 有我的 平辈 我说 琴棋书画 都是少林文化的 组成部分的 禅 舞 依 和义 琴棋书画 都是义 的部分 禅 主张 和提倡 大家把它 投入到 生活中 投入到 任何我们 做的事中 任何我们的 工作中 禅 他可以赋予 你做的任何事情里面 都可以让任何事情 从而得到 升华 这又是另外一个节目 可能 这 就是 禅 禅 禅 那现在在讲 静坐 哦 刚刚 有人还 关掉了 关掉了 已经关掉了 现在讲的呢 不是静坐 也不只是缠 算是一种分享和聊天 可以分享少林功夫 少林文化 包括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 酸甜苦辣 都可以作为一个分享 来给大家解答 每周的这个时间 就是少林文化的一个分享 所以就是用来这个方式 跟大家聊聊天 或者是如何如何 我经常会提倡大家 我经常会提倡大家就是 有任何 想问的 或者是说 不解的东西 或者想探讨的东西 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 写出来 然后我们呢 进行探讨 进行分享 但一定要是善的东西 一定要是和谐的东西 因为我们提倡和谐 我们提倡互助 提倡平等 提倡结缘 所以呢 哪怕你逼着自己 去做和谐的东西 也要做 因为它就像什么 就像一块 能够滋养万物的土地 如果你不去种东西 它里面长的更多的 都是杂草重生 那如果我们想 它不要长那么多杂草 那我们就在里面 种庄稼 或者种树 对吧 自然 它就会 我们要种的东西 就会比杂草要多 那如果你什么都不种 最后它会长出很多杂草 你种上很多种子 它就会开花结果 其实道理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自身 本身就可以滋养万物 人是可以滋养万物的 我们可以去做 对花草树木好的事情 可以做对空气好的事情 可以做对很多动物 虫子 花鸟 鱼虫好的事情 可以做对人好的事情 对吧 可以利益社会的好的事情 但同样 我们也可以做 所有破坏这些东西的事情 我们的性质 是不是跟大地 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滋养帮助万物 我们也可以破坏它 所以我们可以变得善 也可以变得恶 都在于我们的内心 所以我们经常就讲一句话 叫心外无法 反正不要把它想得太深 这些东西我都提倡它 大家用非常简单的理解方式 去理解 不要理解得很深 如果很深呢 想不通透呢 就不要想 就像从蒙特利尔 来到这里的 我们的那个学员 我跟他讲 我说 听懂了就听懂 听不懂的就忘掉吧 我说为什么要忘掉呢 我说因为都是废话 然后呢 这个我说 我每天都会讲一些东西 但不见得每一句话 都能帮助听到的人 所以 你受用了 它就有用 你不受用了 那岂不就是废话吗 对吧 多么正常的事情 我说 我说我是废话呢 我图个乐呵 我图个轻松自在 这就表现的是一种 无所执着的状态 我并不是说 我一定要说出的话 要对所有人有帮助 如果 如果我执着于这一点 也是 要主要警醒 这个叫成为法治 所以 学习呢 当然要认真 但是认真的过程中啊 有时候 还要保持清明 乐观 这个真的是要修心啊 讲了那么多东西 其实最终还是修心 而且我还跟他讲 我说 人人都想成圣人 或成人一个 好人 成人为一个 与众不同的人 成为一个 更强的人 那首先你要 便做好一个人 再成为好人 我说 不管是生人 还是什么人 还是修行的什么人 修行人 生人 都是希望成佛 成圣 或成罗汉 成菩萨 的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发心 和发愿 还有目的 但是 这有个前提就是 先做好人 人都做不好 你怎么可能能成就 那些东西吗 那就是 更不可能的事情 明天啊 明天是 小红泉的 开课的第一天 我们的有一些学员 已经报了名 明天记得 要上课 第一堂课 会讲 比较重要 第一堂课 会讲 小红泉是什么 然后后面呢 我们就实践地 开始练习 练到哪里 讲到哪里了 所以 其实每一堂课 都应该很重要 所以 每一堂课很重要 那 我们在讲了 其他的 没有报名的人 每一天也很重要 讲到这个每一天 我就想到一个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发生在 一个弟子去问一个僧人 问他的师父 有一天他去了师庙 然后呢 去拜见师父 他愁眉苦脸 好像有很多 很重要的事情 还是有什么 想不通 然后就跟师父 在那里喝茶 聊着聊着呢 师父就问他 问你们一个问题 他们说 哦 师父你问 师父就问说 你们觉得 我们人生中的哪一天 最重要 他们就在说 有人说我出生的那一天 最重要 因为我来到了世界 没有这一天 我就不存在 可以是 可以是最重要的一天 但不对 有人说 我结婚的那一天 或者说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天 或者我高中状元的那一天 很多人就在想 后来他就想 他这些年 有人年龄大 有人年龄小 有人就在想 哦 是不是我 生孩子那一天 或者是 有了一个什么事情的那一天 师父说 都不是 最重要的一天 就是今天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就是今天 大家有没有 什么想探讨的 也可以打开语音 我们进行语音聊天 也可以写出来 在这个 信息 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我们就针对这一句话 来进行一些 探讨 来进行一些 分享 和分析 这样的话 可能更贴近大家的生活 和 显得会更灵活 更有交流感 他就不会很 很沉闷 大家好像就在听一个 网上的录像一样 没有互动 就难免会有一些 空洞 空乏的感觉 每天呢 给大家 分享一些东西 也是 生人一生 弘法立生 普渡众生的一生的事业 所以每天都会见到很多人 讲很多东西 东西讲出来放在这里 大家需要的就拿 不需要的就不拿 或者觉得有用的就听一听 没有用的就忘掉吧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没有人要说一些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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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再分享一个 一个我看到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故事 讲得很好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 关于我们 每一天都要 心怀感恩的故事 为什么要每一天 心怀感恩呢 其实 如果我们要去感恩呢 我们都知道处处可感恩 如果我们要去怨恨呢 也处处可怨恨 确实是这样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欧洲的 故事 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呢已经89岁了 89岁呢 有一天他身体不好了 后来被救护车拉到了医院 好 进行抢救住了两天院以后呢 回复了 恢复了以后呢 就要准备出院了 但出院的时候 有一个费用需要他交 有一个护士拿着账单来告诉老年 说 你的身体恢复了 现在可以出院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费用需要你交 他说 是什么费用呢 他说 你在住院的这两天呢 用了一天的呼吸机来帮助你呼吸 需要交一天的呼吸的费用 当时这个老人 听到这句话以后 没有讲话 就沉默了 后来呢 就流下了眼泪 然后这个护士呢 就很不知所措 觉得 哦 哦 是太贵了吗 还是怎么了 就说老年人 你不用担心这个费用很贵 他说没有很多钱 他说 这些费用都是标准费用 如果你实在付不起 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 后来老年人就说 哦 我不是因为这个费用而哭泣 所有的费用我都能支付 我都付得起 我流泪是因为 我呼吸了一天就需要交一天的费用 那我突然想到 我从出生那一天到现在 每天都在呼吸 我又何尝感恩过天地 感恩过上帝 感恩过这个世界呢 如果我需要支付费用 把我所有在这个天地中 所享受的东西都支付这个费用 那我应该支付多少钱 我已经免费用了那么多年了 我又何其 深处过感恩呢 当护士听到这个 这个故事到这里的时候呢 护士 也被感动了 也流下了眼泪 所以这个故事啊 很简单的就告诉我们 如果人 人想感恩 真的处处可感恩 想怨恨 也处处可怨恨 感恩呢 感恩我来到这个世界 怨恨 怨恨 我来到这个世界 为什么会是这样 感恩来到这个世界 会有这样 完全就是 自己的选择 自己内心的选择和认定的东西 来造就的这些 酸甜苦辣 和喜怒哀乐 那今天的分享课呢 大家没有什么 想问的呢 或者想提的呢 那我们就可以早早结束 然后呢 大家休息休息 等待下一堂课 或者是下个星期 也可以继续提问 我们想知道的 或者是想 简单学一些什么 都是可以的 所以 随时欢迎大家 而且大家也可以像我的 在东部的那个学院一样 他也是通过我们 华人资源 资源服务中心的 这个平台 然后知道了现在的事情 然后来到了这里 所以大家呢 有一天呢可以 也来到这里 或者有一天 我会去到 东部 有人问 请问作为少林文化的传承人 您认为少林文化 是否需要与时俱进 如何平衡少林文化中的传承和创新 这个问的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回答这样的问题 问得非常好 少林文化 是否需要与时俱进 一定需要的 与时俱进呢 就是不断创新 和不断 跟大家的生活 和大家的需求所贴近 因为少林文化 在最初创造的时候 就是与时俱进 文化交流 和谐 平等 融合在一块产生的 文化体系 修行方式 所以我们在历史到现在 没有一刻 停止过我们的 创新和与时俱进 和传承 就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的 像古人的生活方式 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已经有天差地别了 就包括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通过这样的网络方式 来跟大家聊天 见面 这就是我们与时俱进 而不古板 不顾 这个 自顾自封的 这个 其中的一个 一个 一部分吧 而且 早在几十年前 少林文化就已经走出国门 就已经在海外建立了少林寺文化中心 而且我们是以文化走出去 而不是强硬的要赋予任何人 一套宗教的理论 来如何如何 好像把你框进去 把你圈进去 不是的 一定是带着平等 结缘的心态 互相交流 互相帮助 学习从而 融合创新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 与时俱进的时候呢 他都是在传承 但传承人 一定要不离核心和本心 一定要知道少林文化 或任何一个文化的核心 是希望大家得到它以后 是什么样子 所以就像我跟很多人聊 我说经常会有一些人呢 他自己没有一颗清明的心 没有一颗不动心 他经常会被很多的语言 或很多的现象所牵制过去 这个人说这句话 他就牵过去了 看到那个东西就牵制过去了 比如有人讲佛教不好 有人讲道教不好 有人讲很多很多这个不好 或者讲哪个什么市政府啊 哪个国家呀 哪个民族都有 对吧 也有人很多人讲他们好 其实并不是这个体系 或这个文化 或这个形成不好 而是传承这个体系 这个文化的人出了问题 对不对 因为他的出现一定是有需求的 为什么有人说他好 有人说他不好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被任何东西轻易牵制 我们要有一颗不动心 才可以应对那些东西 我们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分辨能力 才可以被很多东西有一种不同的认识 比如说任何一个体系里面 肯定都有好的 也都有不好的 好和不好一定是那个个体 那个不好一定是少数 然而并不是那个文化不好 或者那个怎么样不好 一定是在做这个东西 承载着这个东西的人 传播着这个人的个体 出了问题 对吧 所以 而且 并不是说你 做了什么 比如说 我们 就是佛教和禅宗讲的是 发心 就是你出发心 一定要正 保持出发心正的时候 你的行为才会正 所有的东西才会在轨道上 才会持续的 这个相辅相成 所以时时刻刻要想着自己的发心 就是 所谓的初心吧 初心不改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 我们一定要 来知道 我们所承载的东西 我们能不能让它 出现一个什么状态 因为 所有的文化一定是人来传承 所有的东西一定是人来继承 那继承的人出了问题 那东西 不分好坏 那它肯定咯 再讲的简单一点 我们发展 火药 我们发展 这个核能 都是为了 立国立民 是吧 都是为了好的东西 那如果 有人就是为了战争 那 它能帮助很多人 它同样也能杀伤很多人 核能 谁能说它不好呢 对不对 就是看拿着核能的人 好不好 对吧 所以 一定要先做好一个人 先看人做得好不好 再去说那个东西 对吧 有时候 我们 讲一个东西的时候 哎呀 核能 是最不好的东西 怎么怎么样 电核不好 它会电人 它会把人给电伤 把人电死掉了都 那你怎么不想想 是谁让它 出现这个问题了呢 所以 还是要 找到那个根本 这才是 重要的 所以刚刚问到这个 少年文化的传承 与时俱进 这个非常好 文化 要交流 文化要动 它才会越来越 越更新 就像简单一点 就像我们的 手机电脑的系统一样 你一直不更新 那就会越来越慢 越来越卡 最后很多东西 它都不行了 其实道理 就是这么简单 生人呢 有一段时间 需要闭门不出 有一段时间 需要 守戒修行 有一段时间 需要赤哉念佛 有一段时间 需要云游 释放 需要交流 需要讲经 需要红法 这个时间段 都不一样 就像我们出生 需要不能走路 在家里 后来 长大一点了 只能小范围的 最后 小学 初中 高中 最后 不如社会 修行也是一样 很多情况 都是一样 如果生人 一直都像一个婴儿一样 天天躺在摇篮里面 等着人家来找我 给我吃的 给我怎么样 而生人不主动地 在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地 跟大家接触 结缘 那生人只顾修自己 而忘了我们出发心 是为了 对吧 是为了什么 最终 这个东西 一定会慢慢就消亡 修行也没有意思了 你一出三门 讲的都是 大家不知道的 因为你不跟大家接触 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大家的生活 变化是什么 你强加自己的 哪怕它真的是 非常好的理论 去讲给人家听 人家也会觉得 你这个人是不是傻掉了 你怎么在讲 那么古老的东西 你的思维怎么还是这样呢 世界都已经 世界大同了 怎么你还搞得 这样子 那是吧 你的红法 你希望帮助人家 也不能实现的 所以 是不是这样了 所以 都要 做出 改变和精进 都要 做出调整 就像我们的戒律一样 戒律 一千年前的戒律 和现在的戒律 也有一些调整 因为一千年前和一千年后 时代真的不一样 世界也真的不一样 比如说以前 我们穿的这种粗麻布 这种衣服 是穷人才穿的 麻布的衣服 现在它好像比 比某些衣服 卖的还贵一点 对吧 这都不一样了 好 那今天 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改天 或者是可以写出来 或者是下一次 我们可以进行 也可以进行一个 语音上的互动 好 那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 明天的小红泉的课 大家可以通过 二维码和网站 进行报名 或者怎样 好 我们 华人资源服务中心的义工们 你们辛苦了 在我们 的语言中 你们就是 菩萨 你们就是 善男性女们 在为大家服务 在帮助大家 菩萨 不也是这样吗 对吧 好 阿弥陀佛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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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法师 好的 今天就这样吧 原地法师 那个 下周 这个时间 大家继续 对 不对 我 谢谢观看